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事物的单调包围着我,就像我住进了监狱,而今天是我狱中岁月的一天,不过那种单调只是我自己的单调,其实每一张即便是昨天与我们相逢的人面,在今天也有了完全不同之处,因为今天不是昨天。 每一天都是特定的一天,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另外的一天与之相似,只有在心灵中才会有绝对的统一,尽管是一种虚设的统一,使很多事物与很多事物相类聚并且被简化。 世界是由海角和尖峰组成的,我们的弱势症是我们只能看到四处弥漫的薄薄的迷雾而已。 我希望能够远走,逃离我的所知,逃离我的所有,逃离我的所爱。 我想要出发,不是去飘渺幻境中的西印度,不是去远离其他南大陆的巨大海岛,我只是想去任何地方,不论是村庄或者荒原,只要不是在这里就行。 我向往的只是不再见这些人面,不再过这种没完没了的日子。 我想做到的是卸下我已经习惯的伪装,成为另一个我,以此得到喘息。 我想要睡一临近之感,这种睡眠是生活的期许,而不是生活的休息。 靠着海边的一个木棚,或者崎岖山脉边缘的一个山洞,对我来说都够了。 不幸的是,我在这些世上从来都是事与愿违。 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,不会有其他的法律,因为这条法律必须被人们遵从,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。 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奴隶,还有一些人则是强制之下被迫为奴。 我们所有人对自由怯懦的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,证明我们的奴隶生活是如何与我们般配。 因为一旦自由降临我们,我们全会将其当作一件太新鲜太奇怪的东西,避之不及。 甚至我刚刚表达了我对一个木棚或山洞的愿望,希望在那里解除一切事物的单调。 也就是说,解除我之为我的单调,我真正有胆量动身去那个木棚或山洞吗? 单调一直存在于我的内心,我知道并且理解这一点,我是否因此就再也不能从中解脱。 到哪里都是窒息,因为无论我在哪里,都是我在哪里。 当整个事情与空气无关,而是废出了毛病的时候,我的呼吸还能在什么地方得到改善? 谁说我情不自禁地呼唤着纯净的太阳和空旷的田野,还有明亮的海洋和广阔的地平线,而不再会惦记我的床或者我的食品, 不会再走下八段楼梯来到街上,不会再拐进街角的烟草店, 不再会对身边闲着无视的理发匠,问候早安。 我们周围的一切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,以他的血肉和生命的一切经验渗透着我们, 就像巨大的蜘蛛之神布下的网。 在我们轻摇于风中的地方,轻轻地附住我们,用柔弱的陷阱诱惑我们,以便我们慢慢死去。 一切就是我们,而我们就是一切。 但如果一切都是虚无,那么事情还有什么意义? 一道阳光暗渠,一抹突然间阴沉逼人的乌云移来, 一阵微风轻轻吹起,寂静降临了,抹去了这些特定的面容, 这些嗡嗡人语,还有谈话时的轻松微笑。 然后,星群在夜空中,如同残缺难解的象形符号,毫无意义地浮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